原本的状态啊 它的制度标准当中 我们就会说我们啊 很多东西都能够体现出来了 OK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会有到一个啊 会有的什么 会有我们的这一个呃 标注它尺寸的问题啊 以及我们的窗户的问题啊 这情况呢 我们开始能够来标注一下 还有窗啊 这位置窗的高度啊 也是需要有的 就是我们换到这种窗户的尺寸 也是需要能够标注出来的啊 我们稍微看一下 看不见这里会有 看不见啊 定对吧 我们窗高 泥地的高度是多少啊 我们都是需要能够体现出来的 好吧 定删掉 呃 泥地的高度啊 看不见啊 泥地的高度 那么这地方呢 我们改成啊 对吧 窗H就窗高 这地方呢 我们删掉 然后呢 还会有一个啊 啊 DH 啊 是多少啊 泥地的高度 这里是多少来着 呃 泥地高是970啊 1米45啊 970啊 1米45 1米45 然后呢 它顶面高度是300 好像是啊 对啊 我记得 对没错 300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就是这个高度 我们就能够体现出来 窗户的高度 包括这些话呢 同样的 我们的这种啊 飘窗啊 它都是需要能够体现出来的 啊 然后呢 这些看到没有 呃 这些话呢 它只有两个尺寸 因为有层高啊 层高的话呢 就可以减去这两个尺寸 才会得到最后的一个尺寸 那 它泥地的高度是510 窗高是1米83啊 泥地的高度是510 1米83 那我 我们可以算啊 那我们可以算出这个数据啊 数值是多少 它整个什么 整个啊 顶面啊 这个天花到窗户的高度是多少 那我们拿700啊 2米74 对吧 去减掉510 再减掉我们的1米83啊 大概等于多少 我们看一下 等于是40啊 刚好是没有了 然后呢 我们的话是2米3 就400的样子啊 啊 应该是400的样子 对吧 900啊 对没错啊 然后呢 包括这种 同样的 它也会有 嗯 它的窗高的问题 啊 这个窗高是多少 看一下啊 呃 1米36啊 泥地是1米32 啊 泥地的话呢 是1米32 1米32 然后呢 呃 1米36啊 它只能比较小 然后泥地的话 这里就没有了 这个上面的话 就就没有了啊 其他呢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得到的 其实来说 正常就是可以得到它的 哎 哎呀 泥地高度的话是1米 对吧 1米32 啊 然后呢 它是1米36啊 啊 这个顶面高度是多少呢 我们可以减一下 那就是我们拿这个 2米7 27啊 40 然后减去我们的410 啊 等于多少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数值是多少 哎 不对啊 减去这两个数值就可以了 啊 这里话呢 是26 对吧 80 那么我给我们算一下 大概什么 大概只有几公分了 对啊 大概后呢 我们只有多少公分 啊 我们看一下啊 啊 这个6公分了 啊 这个地方只有6公分了 啊 是这样子的 还有我们这个位置的一个我们的高度啊 条窗 我们可以这样来标准 OK 好 那么这个栏杆的话呢 这个啊 它这里没有测量 正在说最好是可以测量一下啊 所以说这里没办法标啊 没有数据的话就没有标啊 没办法标 所以大家的话呢 就是画图的时候一定要能够 尽量能够把这种数值啊 都测量的更加完善啊 是最好的 好吧 OK 那么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窗户的位置 我们都已经把它啊 进行我们的绘制完了 最后呢 我们是需要能够标注它的尺寸啊 OK 我们会用到我们的这个标注指令 有很多种方法啊 那我们只是教大家其中一种 我们会呢 可以用我们的这种连续标注啊 比如说我们用的L DLI命令啊 比如说我标注 然后呢 那我们可以选择连续标注啊 这种DCO 通过这种方法来标注 看到没有 这个标注的话 只是这种标注的话呢 其实非常非常地 不是非常地好 就看到不是非常地好 因为它直接连到这个位置来的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去标注 我们也可以什么 我们可以用这个 XL命令的 这种形式 做它的这种辅助线 然后呢 我们可以修剪掉啊 修剪掉它 删掉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到 对吧 快速标注 QDIM命令啊 选择 然后看没有 我们可以把它标注出来 OK 我们这个应该是调成 1比1比150的啊 OK 我们是这样子的 同时换到这边也是需要能够标识 同样道理啊 我们用画矩形的方法 然后呢 用TI TR mini把它进行 我们剪掉 最后呢 我们用QDIM mini 进行我们的标注 然后呢 用我们的DLM 进行我们的标明它的总长 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啊 这个我们改一下啊 选择这个 删掉 然后呢 我们翻过来 好 这一块呢 我们数据可以改一下 可以放到比较合理的位置上面去啊 放好 OK 这可以不标了啊 进行我们的修剪掉 然后呢 用我们的QDIM mini 进行我们的标识 再用我们的DLi mini 进行我们的一个最终的标识 那我们调整一下我们的这种显示的位置 OK 然后还有这一边 主要换的是空间的 整个空间的 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我们的长宽 QDIM OK 那么我同样让你啊 我们可以 移过来 如果是你觉得像这种数据的话呢 就是他觉得啊 比较碍事 比较阻碍了我们的这个显示的话呢 可以把它放进来 放到这里面来 可以这样子 OK 包括这块也是一道理的 我们可以直接放进来就可以了 放到房间里面来 对吧 我们就可以放得近一些 包括这位置也是可以的 其实啊 或者说你可以移嘛 移得近一点点 这种形式 OK 大概的话呢 我们换到这个东西的话就是 大概的话呢 就是能够把它画的 OK啊 OK 那么整个换到我们的基本的原始结构图 换到几乎来说就已经完成了 OK啊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么换到我们整个过程当中呢 就是后面的话呢 还会有一个我们的这种尺寸的要求 我们加一个 那么就是原有尺寸的标注啊 会有 不是标准 也会有这个东西 我们的窗 包括到我们的墙体 空间的尺寸 会有进行我们的标识 窗户高 包括到我们的这个 房间空间的 长宽 标注啊 都是需要有的 好吧 OK 那么这块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话呢 这个原始结构图的话呢 就是到这边 那么我们就已经画完了 那么最后的话呢 可以加上一个图宽 图宽的话呢 它是一个我们的 420 420乘以200 乘以297的一个我们的 A3值 对吧 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 我们可以的话呢 就是往里面说2 往里面说2 然后同时的话呢 我们可以 就是这个东西 可以根据你们自己的 绘图的这个情况来做啊 只是我们老师 我这里用我的方法来做 专丁线 然后呢 这一边的话呢 我偏移出来大概是30 这样子啊 不够啊 然后呢 20的样子 差不多吧 应该 这里的话呢 再主要像是80的样子 好吧 大概是这样子的 大概我们的图宽 大概是这样子的形式 然后呢 我们 这边的话呢 这边就是公司的一些logo啊 包括到图名啊 图这种图名图号 项目名称啊 这种省图 制图设计啊 图宽比例图号是多少 那么我们可以放到这边来 我们可以放到这个位置啊 这里话呢 就是放这个位置的 这边是专丁线啊 就是有时候呢 我们会把它钉起来啊 中间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我们可能是显示图纸的位置 好 说话呢 这是我画的比较简单的一个我们图宽啊 待会呢 如果是你要画的更加详细的话 你可以去画一下啊 啊 图上这地方呢 我们可以缩放啊 放到啊 50倍啊 就是OK 这个图宽就是一个1比50的比例 看一下能不能放进去啊 啊 差不多应该啊 啊 应该差不多啊 刚刚好啊 可以放到这个图宽里面 放到这个图宽里面 这就是一个我们最重要图纸的一个呈现啊 图宽的话呢 是根据你们公司的情况来定 好吧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的啊 这一张啊 原始结构图的一个绘制的方法 好 那么啊 本节课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啊 CAD施工的板块 第三节的话呢 原始结构图的绘制啊 包括最终的成图 它的制图标准 那么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我们的收听 好 那么我们本节视频先到这里 就先下课了